在中国历史上,几乎每个时代,都会冒出几句快智人口的诗句,因为贴合生活,所以在民间广媒传颂,明朝作家冯梦龙在自己的著作警示通言中有一句话,夫妻本是同里鸟,八道天明各自飞。 这句话虽然简单,但却形象生动地表现出了夫妻之间感情的不牢固,所以破手老百姓的喜爱,经过民间的传播和改变,这句话逐渐变成了我们现代所说的,夫妻本是同里鸟,大那临头各自飞。 虽然字面上有一些改变,但大致意思还是跟原句差不多的,指的就是夫妻之间的感情哪有那么牢固,一旦有灾难来临了,你的枕边人逃得比你还快。 另外,在民间还有充满负能量的一句话,贫贱夫妻百事哀,在民间流传最为广泛的解释,便是地位低的夫妻结婚,纵然得到了一时的幸福,但日子一长,肯定会因为柴米油盐爆发争吵,进而造成百事哀的结果。 这句话几乎人人都知道,并且大多都是以上述的意思去理解的,但事实上,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抱怨,在他的背后,是一段感人的故事。 贫贱夫妻百事哀出自于唐代诗人元枕的浅卑怀三首其二,全诗如下,昔日夕延伸后裔,今朝都到眼前来,衣裳以诗形看尽,针线由存未认开。 上相旧情连弊谱,也曾因梦颂钱财,承知此恨人人有,贫贱夫妻百事哀。 可以很明显地看到,在贫贱夫妻百事哀前面,还有一句诗,承知此恨人人有,元枕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恨呢? 咱们结合这首诗的背景来看,当年,元枕可谓是春风得意,凭借自己的才华,元枕成功地考上了科举,被分配了官职, 这个科举就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考试,并且在古代的难度更高。 但回报也很丰厚,可以说一考上,便得到了做官的机会,不过,元枕所处的时代并不怎么有利,当时唐芒朝早已不复贞贯时期的强盛,内有奸臣作乱,外有藩阵割据,元枕出入朝堂,跟所有年轻人一样,正义直言,毫无畏惧,他一个月连续上书十次, 希望皇帝可以除掉朝廷上那些失位素参的官员,然后再解决反枕之乱,恢复大唐盛世,朝堂上那些利益团体,见元枕如此不失去,于是便选择对皇帝施压,最终元枕被流放,流放可不是现代人的旅游,没有大义力是坚持不下来的。 元枕不愿让娇生惯养的妻子吃这种苦,但妻子却亦反常态,执意要跟丈夫同甘共苦,元枕的妻子名叫韦从,来头很大,他的父亲是当时的太子少保卫下亲。 嫁给元枕的时候,威从二十岁,正值青春妙龄,在流放期间,元枕的精神几度崩溃,多亏元从在身边为他加油打气,元枕这才呕了过来。 但威从毕竟是官患之家出身,哪里吃过这种苦,在他,二十七岁的时候,因太过劳累,而去世了,对于妻子的早逝,元枕十分悲痛,他将错误全都归结于自己。 于是便写下了承知此恨人人有,贫贱夫妻百事哀,只不过,经过民间的传播,上一句几乎显为人知,至于贫贱夫妻百事哀这句诗,更是被大众驱紧了。 其实这句诗真正意思是这样的,是人都明白这种恨夫妻离别之分,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,但有过贫贱生活的夫妻,在看到任何死去伴侣的东西或者想起曾经为自己做过的事情时,都会感到无比的哀痛。 所以,各位,如果下次有人再有人将贫贱夫妻百事哀,比作势地位低的夫妻结婚肯定是不好的,你可一定要把上一句,承知此恨人人有给翻出来,毕竟这句才是惊要啊。 这句话,其实这句话,神经的这个话题是贫贱的事,我看的比作,是顺贤的事,还跟后来有两句话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